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一反卡退赛 好更换新搭档 但乌一反卡并没有答应 最后两人直接退出了女双的比赛 当时媒体并没有提及两人为什么会退赛 只是写道是因为乌一反卡的原因 彭帅只能退出双打的比赛 后面就有人举报彭帅有违规行为 WTA就进行调查了 调查小组认为 彭帅使用了强制手段 并试图用经济回报来换取新的合作伙伴 这个行为违反了网球反腐败条款中 任何人不得策划干预和试图策划干预任何赛事的任何结果 这项规定 所以彭帅才会遭到竞赛处罚 目前彭帅团队还没有做出回应 目前彭帅的世界排名已经下降到了80位 如果彭帅的三个月竞赛结果不做出修改 那彭帅将会无法参加美王 中网等大赛 世界排名肯定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甚至还有可能会跌 出前200 看来违规更换搭档 将会让彭帅损失惨重 而且未来三个月彭帅如果还被查出有违规行为 还有可能会被继续禁赛 下次再 Given va 个省的时候 操作板没有干扉 初見 跤是花点透的地方 第一个月之后 除了海边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